原标题 二战前夕德国并不确认吞并奥地利 德军沿途受到热烈欢迎 1938年3月12日 德国对奥地利实现了吞并 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同为由日耳曼人主体构成的国家 从而在整个通病计划中 孔一思想并未受到普遍民众的反抗 相反的是随着德国国力的整体上升 奥地利民众普遍对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政权抱有好感 从这些历史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奥地利共和政府被纳粹党推翻之后 和军进驻奥地利时 民众的态度不是反抗 而是家道欢迎 照片为1938年3月14日 德军进驻奥地利萨尔茨堡 奥地利人站的街边欢迎德军的到来 从他们的态度中可以看到 他们对德奥格并抱着非常大的期盼 照片为1938年3月14日 德军进入奥地利第四大城市萨尔茨堡 当地的居民们在街边向德军行纳粹军礼 如第一张照片所示 在德国实现对奥地利的吞并后 希特勒在维也纳发表了自己的宣言 在宣言中讲道 大德意志的时代即将到来 照片为1938年3月12日 德国实现了对奥地利的吞并 边界的障碍物被士兵们拆除 照片为1938年的3月14日 德军士兵抵达萨尔茨堡 沿途受到了当地奥地利人的热烈欢迎 照片为1938年3月14日 在德国实现了对奥地利的吞并后 奥地利纳粹党成员坐上汽车 在维也纳游行 沿途受到维也纳民众的欢迎 他们在街边向纳粹党成员行纳粹礼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